动手 师碧显道 我会已持了同孝珍道 大家死了道觉得前进张顺道 尔看后面烟尘乱滚 官兵已道 我们只得各自散了去 李荣春道 也罢 尔干尔的事 我干我的事田大修道 是帝 我与尔同父皇和以报国恩变了 说完二人望和就跳 张顺等三人急忙上前扯住道 死活自然同在一处 也罢 抵在这头不要了罢又叫声 天哪天 想不到我们今日绝于此地 正在忙急之际 只听得半空中一声响亮 金光万道 只现黄河面上献出一座桥来 众人献了甚是惊骇 道 赶是黄天宝 赐此金桥与我们过去摩 田大修道 既有此桥 速速过去罢 众人上了桥 急急走过了桥 后面官兵已追到河口 忽听得一声响亮 桥已不现 众官兵一现 却也惊得呆了 道 此乃天意也 不必度过去拿他了 遂自退了回去 那天大修等过了桥 又听得一声响亮 桥已不现 个人笑道 此乃天救我们 也需要拜谢岁一起跪下 拜谢了天地 此十月以东升 呼陷淘天报远远而来 五人一拥上前来问道 尔在南京退了兵马 说要归山 为何又在这里 桥天报道 我若欲先说破 一则天机不可泄露 二则被尔门太决藐视了 我奉师父之令特来救尔等灾难 叫尔门同心协力以除好贼 有锦团一个 与李大爷收下 到某月某日开看 依此而行 不得有物 李荣春接了锦团 收在身边 桥天报道 尔门速速回山 我去也急驾起云帕而去 众人献淘天报去了 遂亦同望婆舍山而来 且说施必侠这日声仗 只献欧罗报道 众大王已将进到山了 施必侠闻报 吩咐众欧罗 大开营门 下山迎接自己也来到山下等候 不一时只见众人已到 施必侠欠身说道 田大人 李大哥 多多有趣了田大修献了问道 此女莫非是施必侠魔 李荣春说 正是田大修道 好一位女丈夫 有劳了岁一同上山 陈松也出来迎接 大家来到忠义厅相献 李必坐下 喽啰献了茶 施必侠先问南京之事 施必显遂将前世说了一遍 施必侠道 若不是亏了桃天报 岂不幸命难保 李荣春问道 贤妹 我家母亲是基石上山来 身体可平安摩 同我去拜县 施必侠答道 只为母亲 嫂嫂还未上山 使我心中十分烦问 李荣春道 为何至今尚未上山来 施必侠遂将前情说明 李荣春叫声 不好了 我今日上山 母亲妻子 岂不被地方官拿去受苦 叫我如何放心的下 施必显教道 李大哥不必心交 母亲 嫂嫂有什么灾难 自有桃天报相救 怕他责慎 童孝珍道 修得说呆话 张顺道 必须有个人去打听才好 只是我们不便再去 叫那个去好 施必侠道 这个不妨 可差伤龙去打听 张顺道 不错 汤龙可以去得田大修 问道 我的家眷在那里 施必侠答道 已搬上山来了田大修道 如此还好 施必侠道 张顽既被哥哥擒来 为何不羡 施必显道 前途已问明白 他说中途得并盘费用完 是已不能到扬州 不知道什么地方他都忘了 被花红玉柱骗进京去出手 将前翻那一封书作证 为此将他勤来交予喽啰 随后就到施必侠吩咐 请汤姑娘出来施必贤问道 那个汤姑娘 施必侠答道 就是汤龙之妹施必贤道 她是小户之女 叫她做个丫头变了 怎么称她姑娘 施必侠道 哥哥好莫分晓 而还不晓得理 她虽是小户出身 武艺却胜高强 朝廷差了花锦文前来厮杀 与我杀了一十三阵不分胜败 被汤姑娘一阵便就生擒上山来众人俱道 果然英雄施必贤道 如金花锦文何在 施必侠道 被我乐趣双足尽在后营 我与汤圣姑皆为姊妹施必贤道 正该如此 我们也该与汤龙皆为兄弟才是支县田夫人与汤圣姑一同出来 众人力气身献了礼 田夫人与田大修略诉前情 然后汤圣姑也来见礼 众人称赞不已 施必侠吩咐备杯酒 自己与田夫人汤圣姑入内饮酒 同孝珍 施必显 张顺三人在外面与汤龙皆为兄弟 饮酒之间 李荣春放不下母亲 要伤龙前去打听 汤龙道 此事愿往 施必显吩咐 带花锦文出来左右答应一声 将花锦文拖出跪下 施必显大鹤道 花锦文 尔哥哥做得好事啊 我父亲有何差处 害得我家破人亡 这是什么缘故 好好讲来 可怜花锦文身未昭讨 今月去双族受此独处 弃得目定口呆 一句话也不能应 施必显走出位来连问树生 花锦文并不答应 施必显将他一连踢了击下脚尖 吩咐吩咐 拖他下去 打一百下大板仍旧收尽 等拿住花锦张 一同处置左右答应一声 拖下花锦文 遂及打了一百下大板 仍旧带去收尽 且说汤龙次日收拾停荡 辞别众人下山而去 只限 咐咐压了张环已到 施必显吩咐将他斩了 施首丢在山洼 张环一念之差 以致施首被封化了 那李顺 三元 来贵也到了 即将前情说了一遍 众人方才放心 李顺在卢府别了主母 一静赶路而来 所以以后之便全然不知 众人一起说道 而若早来一日 也免得汤龙此行 遂打发喽啰连夜去赶回汤龙不表 且说卢小姐女伴南庄一路行来 已到青江浦 有个庙宇 遂下马进庙歇歇 因黄河并无夜度 只得在庙中全歇一消 遂走进内将庙门闭好 只因连日赶路辛苦 不觉身体困倦 遂以膝而握 且说李元载一路马不停蹄 赶到黄河渡口 日已晨曦 月上东山 并无渡船 莫奈何要寻各处处 四处遗忘并无客殿 只现有个庙子 道 也罢了 且在此庙中暂肃一夜 明日过去罢岁走到庙门口 下了马将庙门一推 却是毙的 大声叫道 快些开门 公子爷要进来歇了江门乱打 如肋骨一般 早已惊醒了卢小姐 卢小姐心中大怒 扒起身来江门开了 贺道 尔是何等之人 因何打门把我惊醒 李元载定睛一看 献他是个平等之人打扮 自己倚靠是个公子 便也大声贺道 尔睡的 我歇不得磨 卢小姐想道 此人年纪虽轻 道来的强霸 我想行路之人 怕不得凶的碎骂一声道 看尔还是这个孩童 出言就敢撞犯我磨 惊醒我的棉是何道理 李元载道 尔这贼求 这个所在只有尔睡得 我到这里便不容我歇磨 话说未完 拳已先道 一拳望卢小姐面上就打 卢小姐道 尔这小贼众 烟赶无礼一手隔开拳 一手回拳打来 二人就在庙门口耳一拳 我一脚打有二三十个回拳 拳不限输赢 忽见一个白面后生走上前道 修得这般相打 刹官押借李荣春家眷人等已过黄河去了 若再过一夜路程便赶不上了 耳门修为思贤悟了大事 二人听了碎住了手一看 李元载却不认得 卢小姐却认得是陶恩人 此时爱助李元载在面前不好动问 只说 因过渡无传 所以在此当歌陶天报道 若要过渡 传之何难 解察官是从水路进京 耳门虚架船而去 赶往前途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就可以一同上山 如今快些随我来 卢小姐应声 来了那李元载道 且慢走 自古道在元多时刻 一样赏花人 我李元载也为此事而来 李当同去 也赶上前来 卢小姐道 我不认得尔 什么李元载 尔墨非花紧张叉来的 奸细作魔 李元载道 都 胡说 我乃思域官李国华之子 因受李大爷大恩 未曾仇报 今他家眷有难 以此我要赶到 翻舌山去报消息 请众好汉来救他们 贝尔说什么奸细作 卢小姐道 既如此何不早说 李元载道 如今不必说 大家就礼 卢二夫人要紧 来到河口一看 并无传知 乃问道 传在那里 陶天报道 而看那远远摇来的 可不是传魔 卢小姐抬头一看 果然一只船如飞的 一般来到 岸口 却无船宫 只是一只空船 二人间道 又无船船 如何赶得他们住 陶天报道 不妨 而二人只管上船 他自然会走 二人一言上船 陶天报 喝声 走 那船似飞一般去了 自己来到庙中 现有一幅丹青 一个小包袱 乃是卢小姐 歇下之时 放在地下 以后与李公子 正在撕打 又有陶天报 叫他渡河而去 为此匆忙忘记带去 故而一下在此 陶天报 将这幅小徒 拿出庙外 在月下展开一看 道 画得都销我的向右线 上面写住 陶天报三字 暗想道 此必是卢小姐画的 他不过赶我救命之恩 画此小徒 以报我恩 只是内中 却有观情 不免带我带去 万花山变了 只是这个包袱 内之银 要他何用 二匹马 乃是小事 只得别人造化 罢了岁将马匹 并银子丢下 随即驾云而去 且说李远载 铜炉小姐坐在船中 那船如飞一般 不宜会 只现前面 有只船 高悬旗号 两挂标灯 想道 必是官船了 岁大喝一声 奸贼修走 我来了 二人跳过官船 将这些官兵 乱砍下水 那插官慌忙 跪下哀求道 大王爷呀 我们莫有金银 船中所有物件 任凭取去 唯妄饶命 二人并不回言 将他衣服拨下 一刀砍下水去 船家虎的魂飞破散 哀求道 大王爷饶命 哀卢小姐道 不干尔事 而只与我谣传 又将三轮球车打开 卢夫人一看猜一道 这后生家好似我女儿一般 只是男装 又有一个后生家在住 却不敢认他 卢小姐叫道 母亲 伯母 嫂嫂 羞得害怕 卢塞花在此卢夫人间道 而果然是我的女儿魔 为何如此打扮 卢小姐虽将前世说了一遍 卢夫人同理夫人 但是大娘一起说道 果然亏了逃天报 若无这一只船 性命岂不难保 谁知这只船 乃清平变的 所以男女上了 官船及时不见 卢小姐吩咐舵船 将船及摇 自己打扮作岔官 李原载伴助压界岔官 不多时船已摇到岸口 众人各个上岸 此时天色大明 遂同到酒店 吃完酒饭 雇了车辆雨炉 李二夫人病 但是大娘坐下 遂往翻舌山而来 行不多路 呼陷山边跳出一人 大声喝道 来得留下买路钱 放尔过去 不知此人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 回原载 卫会先讨 敌军避回朝奏 情犹话说 李原载等正行之间 呼陷山洼里 跳出二人来 要逃买路钱 心中大怒 走上前大声喝道 尔是磨眼睛的狗强盗 赶来问我要买路钱 魔 举棍便打 那人拔出腰刀 拦开棍 回手一刀砍来 二人就在山下一来一往 杀个不了不休 卢塞花孔李原载有诗 连忙上前喝声说道 大家住手 尔这个人是那里来的 烟杆这等无礼 那人答道 我乃藩蛇山上 八山大王 汤龙便是 卢小姐问道 山上共有多少好汉 汤龙答道 所命无长铜孝针 非天夜叉 诗必险 半截无功张顺 镇山女大王诗必侠 秦虎女将军汤圣姑 小孟长军李荣春 铁面无丝田俊卿 还有我八珊虎 长房夫人方氏 飞陵母大虫 什么稀罕 尔这二个人不要多言 快些留下买路钱来 带我好早早到南京去公干 李原载喝声 住了 尔这人是瞎了眼睛的 连人也不时还敢说要什么买路钱 卢小姐说道 尔送我到藩蛇山去 我就送耳机闻钱买酒吃 汤龙骂道 尔这贼求 我要到南京去公干 那有闲工夫送耳去 李原载说道 尔记不要送我们去 快些闪开 我们要押借李荣春家眷进京去 汤龙一闻此言便问道 李荣春家眷在那里 李原载道 尔看那后面来的便是汤龙文 说是李荣春家眷 心中大喜 道 来得凑巧 省得我去举起刀望李原载便砍 一语截取李荣春家眷 那李原载将刀隔开 笑道 尔这个莽夫 一家人何必如此 汤龙问道 什么一家人 快快说个明白来 李公子道 我二人已截李荣春家眷在此 如今快快同我送上山去 汤龙文言又问道 尔叫什么名字 李原载应道 我叫李原载汤龙又问道 这一位李 卢小姐答道 我叫卢塞花汤龙道 既如此何不早说 险些伤了和气 如今快些一同上山去罢 遂一同而行 行不多路 呼现前面七八个 楼窝如飞的一帮赶来 众人不知何故如此的赶来 那楼窝接住了汤龙便说道 众大王叫小人来赶大王回去 汤龙问道 众大王为何差尔门来赶我责慎 罗罗禀道 因李大爷总管道山说 李夫人住在卢家是不妨事的 所以叫小人们来赶大王回去 汤龙也将此事说 与众欧罗晓得 众欧罗文言其道 如此甚好遂一同回山 在路飞止一日 已到山下 差一个罗罗上山去通报 众人闻之 聚各大喜 吩咐喽啰大开营门 一同下山迎接 接上山来道中一厅 一起拜献 行礼已毕 遂各坐下 先是李荣春问了李夫人道 自从孩儿被拿之后久违定省 不知母亲如何也被拿去 李夫人现问 遂将前情说了一遍 此时个人互相问来问去 说不尽前言后语 童孝珍吩咐备备酒 南外女内分开而饮 正饮之间 卢小姐忽然大叫一声 不好了 众人吃了一惊 问道 何故如此大呼小叫 卢小姐说道 我一幅天暴徒遗失在庙中 忘记带来众人道 这个何妨 再画一幅罢了 不说众人在寨饮酒 且说花锦张 自从岔花锦文提兵 去收捕翻舌山大道 自以为的记 暗想到如今好了 这些贼寇不消一日自然尽除 可绝后患 这日正在看天下的暴章 忽然接了南京的报 心中大怒道 可恼啊可恼 逃天暴杖术杀兵 师必险欺君描法 这还乐得 花子能在旁说道 看此光景 不但了不得 连江山也难保了 这还在其次 只恐我花家都要被他们杀 尽除绝的了 花锦张道 不要耳注忙 卫父的自有道理正说之时 只见家人报道 邱大人到了 花锦张道 请他进来 家人出去 请了邱君弼进来 献了礼坐下 邱君弼即将前情说了一遍 花锦张道 前日已经奏文 圣上将旨前来将他二人处斩 为何反被逃天报被如此猖绝 秋君弼道 何曾有甚旨意 花锦张道 乃高文节领旨去的 怎说莫有 秋君弼道 这又奇了 即时献高文节有领圣旨去 花锦张道 也罢 我于尔明日献驾 只需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面奏变了秋君弼道 正合我意 遂及告退回府 四日五更三点 皇上登殿 两班文武拜武以弼 只献皇门关奏到 秋君弼回朝复旨 现在五门 请指定夺皇上传旨 命秋君弼进宪 秋君弼领旨进朝 三呼以弼 奏到 陈奉旨到南京瀋田大修一案 不想被逃天报仗术杀害官兵 施避险等枪田 李二人抢劫而去 陈带领官兵追赶 又被逃天报用法术杀退 不能前进 非陈等不尽心竭力 时因他妖法利害 皇上闻奏大怒 问两班文武道 如今用合法已置之 只见花锦章出班奏到 陛下可诉将旨 命宴门关总兵斗井领兵再去 一同搅除贼党 不勃道寇不除皇上闻奏传旨道 助该部依花卿所奏而行 那小的地方官将花锦文 被秦桃回兵族一概被文书答布 兵部王上达即刻一来奏文 皇上一发大怒 及时传旨 命该部驻刹官机指诉 速到燕门关 命斗井指到之日即刻起兵 火速而行朝臂 驾退回宫 众文武散朝 花锦章回府 遂将花锦文被秦的事说 与马夫人晓得 道 如今家中无主 夫人却要回去 马夫人莫奈 只得打点动身回去 且说花子能迷住梅素娘 这日在妻母在雨 没事饮酒 饮到日将西归 因孔父亲到来 就要坐别回去 梅是道 我与儿有万分之情 看尔全然莫有爱我之心 莫非另有心中人 顾甲说怕太师 花子能孝道 并不是另有心爱之人 使孔爹爹到来败露机关 而我性命难保梅是道 下 尔果然是怕太师魔 花子能道 别是自然不怕 此事却是要怕她的 没事道 既然如此 自今之后尔不必来了 花子能道 虽然怕她 瞒了她私自来事不妨的 没事道 如此受惊丹怕 却能不得倡议 我有一句话与儿说 只恐不忠耳听花子能道 说什么话 就是不忠听触也是助听 没事道 我与儿年纪恍惚 正是同床共枕之人 那太师虚发胡乱 甚不忠我意 叫耳断交耳又不肯 又博太师 怎能于耳天长地久 况且此处只有四个丫头 据是心腹 不如将太师了其性命 我与儿白头到老 耳说好魔 花子能听了此言吃了一惊 想到 若是别人我就邦耳行事 只是爹爹却使不得 我若不允 她又是鼻涕眼泪一起来 只得说道 这件事不是性急得来的 需要慢慢商议 做得前前净净 才好没事道 我主义已定 等太师来时将她灌醉 一刀结果了她性命 将尸灭了 那时有谁晓得 二人沿来与去 夜已深了 那丫头将剩下酒窑 收网除下吃的各个沉醉 都去睡了 没事留住 花子能同上床去睡 谁知这花园门尚未必住 因花子能来的时节门 是双逃避的 不易双性开门看景致 谁知附近有个隐小官 现双性立在门口看看景致 遂上前要来调戏 双性连忙走进里面去 所以忘记关门 被一阵风将门吹开 且说花太师这日请酒 道出更后九散客去 遂带了两个家人来到七母庄 已是二更时候 家人用手一推 其门自开 花太师大怒 走进园中 家人将门闭了 花太师道 如此不小心来到鸳鸯楼下 只见灯光现出 举手推门却是闭的 吩咐家人 耳门到便房安睡 家人隧道便房安息去了 花紧张举手将门打了两下 叫道 开门没事正与花子能相抱而睡 呼听的楼下太师打门 二人吃这一惊非同小可 花子能道 不好了 爹爹来了 怎么样理 没事道 如今快些起来穿了衣服 花红级的无处奔逃 没事道 不要助忙 快些躲在床下 花子能莫奈何 只得望床下爬了进去 没事拿了主走下楼来 开了门道 见妾只道 太师爷有事不来 所以如此大胆早睡 望太师爷恕罪 花太师道 谁来罪耳 只是此般见弊这等不小心 原门也不关 应该则他击下才是没事道 下 原门也不闭魔 呆见妾将他们择处 变了 花太师道 吩咐备酒 我要与儿童饮两杯好睡 梅师道 是 太师爷请坐 呆见妾去叫他们起来 备酒变了 碎走下楼来 叫起四丫头到厨房备酒 自己也上楼来陪花太师 花太师道 我若不在此 而可寂默默 梅师道 窃在此甚是凄凉 多谢太师实时挂念 这鸳鸯楼好比相思楼 日里只与花木作伴 夜里甚是冷静 只恨更长夜深 花太师道 只是我年老历衰 不能畅耳心意 没事应道 说那里话来 太师年尚未老 历尚未衰 犹如少年人 还是见妾不小事 难将情星送相亡 花太师笑道 果然能说话之线 四个丫头将酒窑 搬上来排在桌上 一起跪下道 丫头们叩头花太师道 而这些贱婢如此不小心 连园门也不关魔 四个丫头一起道 求太师爷开恩 下次再也不敢了 没事道 初次饶他爸花太师道 下次再犯 定不饶的众丫头道 叩谢太师爷没事 亲自斟酒劝太师吃 插逢祝花年 花信 所以命丫头与他二人一桌酒 利益一人一刀 要结果他的性命 自古到罪毒妇人心 果然色胆大如天 与命相连 没事将花太师吃的酒 烧冷一杯 换热一杯 不觉将花太师灌的大醉 没事服侍他睡了 那丫头们将酒窑收拾 下楼而去 没事将裙脱下 手袖卷起 将壁上挂的剑拔出窍来 满面杀气 走上前就要砍杀 不知可杀死否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梅宿娘 贪荒杀 主花子能绝欲探 亲话说梅氏举起剑来 要杀下去 那花红在床下扶住 已看得明明白白 现梅氏拔出剑来 要杀太师 连忙爬了出来将梅氏 手扯住道 且慢些梅氏道 趁耳跌跌睡住 此时若不下手更呆何时 花子能道 需要既已停荡 才可下手梅氏道 尔寂不容我杀他 也罢 呆奴自吻罢 花子能道 这个一发使不得 倒不如我鱼尔一同死了罢 一个拖来一个推去 正在急忙之际 忽现楼下花信 花年叫道 太师爷 快些下楼 万岁爷圣旨来 召太师爷入朝 一世花子能想道 好了 旧星道来了 梅氏文叫不觉党寒 连忙将剑插入鞘 花子能急忙望床下 爬了进去 梅氏将手袖放下 穿了裙走进床前 叫声 太师爷 那花太师烂醉如泥 任叫不醒 梅氏岁将醒酒 相取了一小块 放在花太师口内 不一会时 花太师久已醒了 开眼一看 问道 宿娘 尔为何不睡 梅氏道 万岁爷有指 特召太师爷入朝 一世花太师文言 说道 快些点灯就立起身下床来 将衣服抖一抖道 我为何不脱衣就睡下 梅氏道 因太师爷大醉 故此合衣而睡 被花太师道 花年 花信在那里 梅氏道 在楼下等候 花太师道 宿娘 尔自取睡 把梅氏应道 是 太师爷慢请 花紧张碎 走下楼来 花年 花信提灯 召太师爷出去 双桃 将门闭了 走上楼来 只见梅氏 叹不绝声 花子能从床下 爬了出来 惊得一身冷汗淋漓 说道 如何 方才若还不是我阻挡 早已一剑将他杀下 请客机关败露 将谁人去献圣上 到那时就将他头拿来装 也装不上去 欲去鬼门关追 他的魂魄也追不回 却如何是好 梅氏叹道 罢了呀罢了 丫头们下去 将门闭了 乃说道 他命是不该今夜死的 花字能道 他偏要活到一百岁 梅氏道 混账 他若不再来是不必说 如若再来时 定不再饶他了 花字能道 他若再来之时 别做记忆 如今我俩先赴乌山梁会 罢二人说完 碎姐冒宽衣双双上床云雨 睡到天明 花子能爬起身来梳洗明白 忙走回家 暗想道 这件事若是别人 我自然助他一臂之力 接过他的性命 念他是生我身的人 却做不得 只是昨夜我若不阻止 我爹爹已做无头之鬼了 到今日如何了局 我想梅氏因贪我少年之故 其此不良之心 从今以后我不可再去 使他绝了念头 全然我父之命变了 若说花子能为人强暴 无恶不作 有善不畏 在父亲面上 缘小的不可谋害 自此之后断绝不去 正所为父新男子吃新女 且说梅宿娘怀念花红 心焦躁热 今夜陷他不来等到明日 明日又不陷他来想到后日 一连数日不陷花红到来 只到他是怕助太师不敢再来 这一日花太师傅来与梅氏饮酒 正饮之间 花太师道 今日夫人已回家去了 我已选定明日 接耳回衙尘婚陪伴 一则免耳寂寞 二则省我来往 耳说好魔 没事听了此言 心中想到 我若到衙门去 被他时时惹咽 我与少爷的好事岂不成空 必须今宵将他杀死 我才得与少爷永畏夫妇 心中立定主意 口里达道 悉听太师爷做主又吩咐丫头 再备酒来花太师道 这几日国家有事 日夜不宁 我心甚烦 不想吃酒了没事道 既然如此 可少吃两杯便了花太师道 济世尔要吃酒 老夫陪耳三杯 不用大摇 只需小菜没事应声 晓得私下吩咐了丫头鸡句话 双桃领命而去 不一会时 双眉 双姓将酒菜取上楼来 排在桌上 二人对饮 没事只是劝花太师吃酒 谁知花太师命未该死 这夜任从没事劝酒总部饮下 那双桃奉了没事之命 到厨房拿了四盘摇转送到便房来劝花年吃酒 这日花太师只带花年一人来 这花年又是个贪悲之徒 更有双桃劝酒 岂有不醉之礼 双桃将花年灌醉 走到楼上要来相帮没事行事 花太师吩咐 将酒席收去 尔门睡把自己上床先睡 没事将眼色一丢 似乎叫他们不要睡的意思 四个丫头一起闭在房门外 没事将衣裙脱了上床来陪太师同睡 抑郁待她事先睡住 然后好放心行事 那只四个丫头听她二人已在床上作乐 双桃道 今夜是不能成事了双杏道 却是为何理 双桃道 此时正开心作乐 就要行事也来不及了 正在快活之际 还有甚魔闲功夫来做这个显示 我们大家去睡罢了 四个丫头岁一起下楼去睡 且说没事现太师房市已闭 放倒头便睡住了 岁悄悄抽身而起 将裤穿了 又穿一件短袄 将蚊帐挂起 把手将剑拔出窍来 走进床前 未杀之时心雄胆壮 此时不觉挡寒起来 见花太师仰面而握 没事此时硬了头皮 大喝一声 老贼看见望太师喉咙一箭砍下 谁知神昏言乱 欲砍咽喉错砍在头上 花太师被这一箭砍下惊醒 叫声矮咎 连忙跳起 一手扯住没事短袄 没事一想 他若不死 我命必亡连忙挣脱 骂声 老王八看见又一箭砍来 花太师连忙闪过一边 将脚望没事小腹踢去 没事叫声矮咎 跌倒在地 花太师也不穿衣裤 跳下床来将剑拾在手中 傅将梅宿娘端住 骂道 尔这轩人 我且问尔 尔未住何故行凶杀我 没事指教 太师爷饶命哀花 太师大怒 一手拿剑一手揪住 没事头发掉将起来 问道 尔这剑人何故杀我 好好说来 没事此时身子一松 存了他活我死的念头 一手将花太师子孙带 捏住往下一扯 那花太师疼痛难荡 把剑一挥将没事砍位两段 花太师气得目定口呆 满身发抖 将剑丢下坐在椅上骂道 尔这剑人这样大胆 如此无礼 这还乐得 只是何故突起 歹心下此毒手 想了一回说 是了 必是这剑人 有与外人私通 故起这念头 将竹拿来四处移诏 并无一人 仔细再看 县房门已开 叫声 不好了 被他走了 此时料已去远 想不能追回 剑人既死 肩夫已走 不免唤起丫头茶酒 便知明白 遂自拿灯走下楼来 到丫头房门口 将门乱打 却好双眉已醒 问道 是那个打门 花太师答道 是我双眉道 原来是太师爷 连忙下床 将门开了一看 问道 太师爷为何赤身 漏体满面是血 赶是二夫人 月经来了 不要耳瞳塌睡 赶了出来磨 花太师骂道 见人羞的胡说 随我来 二人走到楼上 花太师将灯放下 那双眉线 眉是身份 两段满地是血 吃了一惊 大叫一声 哎呦 一跤跌倒在地 连忙又爬了起来 惊得满身 只是发抖道 太 太 太师爷 二 二夫人 为何如此 全 还是冒 冒犯太师爷 还是不 不 不能凑去 而 尔义可以对他说得明 明白 叫他下次要讨好 再不然就打他击下就是了 何必如此 花太师道 非为此事 我且问尔 平日何人在此走动 双眉道 太师爷这句话问得差了 此处只有太师爷同二夫人 二夫人同太师爷 并双桃同双桂 双桂同双桃 我同双姓 双姓同我 少碎住了口 花太师问道 少慎魔 为何不说 敢是少爷在此走动魔 双眉道 少爷从来不曾到此 花太师想道 他说得奇怪 为何说个少字碎住了口 莫非畜生 莫非畜生有来此魔 尔说花锦章乃是一个调和顶奈 谢礼阴阳的宰相 要办多少的事 莫说这点小事就看不出魔 花太师连连问道 双眉 少爷昨日可有来此魔 双眉答道 并不曾来花紧张道 少爷到此也是平常之事 他若要来难道 我不许他来魔 尔快快从时说来 我就收尔做二夫人 尔若不说明 我就一刀叫尔照二夫人一样 双眉暗想道 我方才不小心说出一个少字 被他查问 如今怎么好 花紧张线双眉沉吟不语 叫声 双眉 为何不说 尔若说得明明白白 我自然收尔起来做二夫人 双眉道 多谢太师爷 丫头无福消瘦花紧张 献他不说 将剑拾起叫道 双眉 尔说不说 若再知恩耳看此见利也不利 双眉急了 连忙跪下道 太师爷饶命花紧张道 尔还不说魔 一手将双眉头发揪起 一手将剑靠在咽喉道 尔说不说 双眉虎的魂不附体 料想瞒不过了 只得从头至尾老实说了一遍 花紧张一听此言 心中大怒 恨道 可恼啊 可恼 小畜生自败门风 来到此处将树母也通肩磨 是不是一个母子之分 怎么连五轮也磨了 要他何用 就是花门磨了后代 断不要留此处生 将剑指住双眉骂道 尔这剑人 接党成群赶来害我魔 双眉道 这个丫头们不敢花太师道 轩人立口一剑将双眉砍成为两段 心中又想住 双桃 双桂 双姓乃是一党之人 断然饶他不得 躺传羊出去叫我如何做人 遂一直走下楼去 将三个丫头一个一剑砍位六段 可怜没事一念之差 自作断头之鬼 又连累四个丫头各个伸手益处 那花紧张想到 尚有两个老婆 知了此事必会传羊出去 这意识饶他不过岁又走到厨房 将房门踢开 走进去一个一剑分位四段 可怜这两个老婆 遭此冤枉惨死 这叫做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 有冤难诉 有屈难申 只好到殷私去算账罢了 且说花紧张杀了二个老婆 附到楼上坐定 头上被没事砍了一剑 皮肉削开 血流不止 方才正在气脑之时不知疼痛 此时心神略定 觉得疼痛难荡 盲寻一块罗帕来包了头上 穿好衣裤 谁知被风吹人伤痕 一时眼花头晕 满身寒冷 两腿酸软 一雨下去叫花年 那只两足难以一步 不能下楼 只得睡在床上 变身发抖 想起心事又气又恼 又不忘爱瑟之心 口里叫道 没事啊没事 不是我心肠太硬 谁叫耳下此毒手 自今以后将往日恩情一旦休了 又叹口气说 咳 说便这等说 我想起来并不干没事之事 这都是那处生之故 他若不到此 没事何能与他私通 况且青春美女爱少年郎固有其然 他阴险我年老无能 不足以快其一起此毒心 畜生也畜生 我断然饶不得尔 就将畜生来 岁寡灵池也不足 长其醉此时已是四更五点的时候了 只听北花年在楼下叫道 请太师爷上朝 花紧张文言乃叫道 花年 耳走上楼来 我有话对耳说 花年应道 小人不敢花紧张道 不妨 快些上来花年文言 遂走上楼来道 太师爷叫小人上来 有何吩咐 一边说一边走 不提防被双眉失手 绊了一跤 连忙爬起来道 什么东西将我扮了一道 低头一看吃了一惊 叫声 矮波花紧张止住道 不要高声 是我杀的花年道 太师爷何故杀他 花紧张道 他冲撞我 已故杀了花年道 那边还有一个李花紧张道 那边一个是二夫人 不许耳多言 快去备办棺木七口 一面去禀之三爷 四爷 只说我有病不能上朝 叫他带奏圣上便了 花年 耳需速去速来 花年应声小的 花紧张又吩咐花年道 少爷面前不可多言 如敢为我也是一见花年道 小人不敢多言 碎提了灯走下楼来 出了圆门 骑了花紧张的马 先跑到花紧龙那边去 谁知已上朝去了 花年随即赶到朝房 此时那些文武据皆奇迹 近说道 花太师此时为何还未现道来 正说之间花年已道 说 花太师有病在七母庄 不能上朝 叫三老爷 四老爷带奏圣上 众人闻言 说道 等上朝过了前去问候 爸花年又跑到棺木店 被买了七口棺木 叫他抬到七母庄去 自己先跑回来 秉明太师道 棺木已被集了花紧张道 将没事并四个丫头 两个老婆成练了 妾要机密 不可与外人 晓得此事花年应生之道 虽将没事一手一段 拖下楼来 又走上楼来 将双眉也拖下楼来 心中暗想道 为何将他们一起 进阶杀死 我岂先指到杀死两个人 为何要七口棺木 不知是两个老婆 三个丫头一夜功夫 杀得前前净净 不留一个 这却为何理 想来想去 却想不出是甚么缘故 又自想道 我一个人如何做得来 太师爷又不许 讲与外人之道 也罢 带我就附近地方 去寻鸡个人 前来相帮 我需陪鸡个酒钱罢了 所以走出门 要去叫人同来相帮 且说花子能知父亲 又到七母庄去了 心中甚是担忧 想道 没事前夜亲对我说 太师命内今夜不该绝亡 终要害他性命 看他粗心大胆 将来我爹爹若被没事 害死如何是好 一夜牵肠挂肚 任睡不住 直到五更三点 岁爬起身来 也不舒服 一直走到朝房 查问太师有来上朝否 管朝房的答道 太师有病 未曾上朝花子能闻言想道 昨日好好的人 今日忽然有病 其中必有缘故 岁又赶到七母庄来 天色渐明 只限十余个人 扛住白棺木走来 花子能在旁点算 一个 二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暗想道 谁家会气 一连死了七个人 这也奇了 又自想道 我需打听自己的事要紧 不要管别人闲事 及时走到圆门口 一线门是闭的 挨身而近 暗暗来到鸳鸯楼下 并不现有一个丫头 想道 这又奇了 这些丫头都往那里去了 正在探望 只限花年手拿一盆热水走来 花子能叫道 花年 我且问耳 闻得太师也有病 果是真魔 花年答道 果然有波 花子能又问道 二夫人可起来否 花年想道 太师爷吩咐我不可说 与少爷知道 如今少爷又来问我 叫我怎样对答 也罢 待我骗他便了 花年岁说道 二夫人不在楼上睡 花子能道 不在楼上睡 难道与太师爷分了床睡魔 如今太师爷在那里睡 花年道 太师爷在楼上睡 花子能道 如此带我上去问安 花年想道 我且慢上去 看他如何那花子能走上楼来到床前 叫声 爹爹为何身子不爽快 花紧张一线花子能道来 心中大怒 一手挽住他的左臂问道 尔来了魔 花子能道 孩儿待来看爹爹 花紧张道 小畜生啊 尔做得好事 一连七八个巴掌 打得花子能满面通红 叫声 爹爹 尔子魔才病得一夜就疯癫了 连我也打起来 花紧张骂道 尔这畜生 难道我打不得尔魔 我且问尔 梅氏尔叫他是甚魔 花子能答道 叫他树母花紧张道 这却又知叫魏树母 怎么与他通奸 尔自己的妻子不能管顾 至与人私通 败坏门风 今日又敢乱伦兼树母 又欲杀父 这样畜生留耳何用 碎叫 花年 快取刀来花子能闻了此言 即得五那崩裂 无计脱身 只得叫声 跌跌 此话那里听来的 有谁人看现 是那个敢做干政 花紧张道 小畜生还敢强变魔 自己不敢下手叫 没事来杀我 这还乐得 今日譬如不生尔 这小畜生一般 定不饶尔 花子能叫道 爹爹 这个使不得 我是单传独子 要似花家香火 尔不可一时 没了主意花紧张道 我不要尔 这畜生传香火 接后似罢了 叫声 花年 快快将刀取来 连叫树生 不献花年上来 遂自己一手 将花子能左臂 捏得紧紧不放 将身跨下床 就在地下拾起 剑来恨骂道 小畜生 今日荣耳 不得了一剑 望花子能便砍 花子能大叫一声 不好了 将身望后一闪 飞起一脚 将花紧张 手中的剑梯落地下 又尽力一蹲 挣脱了手 将花紧张 推倒在地 自己急急走下楼来 却好预祝花年 问道 敢是太师爷杀了二夫人魔 花年只道 他已先晓得了 遂应道 不知何故 杀了二夫人还不足以 又将四个丫头 二个老婆一起尽杀了花子 能听了此言 叫声 不好了回身便走 如非的去了 那花年想到 太师爷莫非欲助邪神魔 不然为何杀了七人 还不足以 连自己亲生 独子也要杀起来 忽转想道 不好了 我需要小心 不然也是一件 那时我却无处去 深渊 不知后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避险计 一抢景凡 汤龙意外 秦花洪化说 花年 亦怕太师爷连 他也杀了 最小心 在意将一盆热水 拿上楼来 服侍太师爷 洗了血迹 又将地下血迹 扫得浅浅静静 又去备一碗人 蹭汤与花紧张吃 然后上床去安睡 却好花紧龙 花紧凤同各文武官员 聚来问安 花紧凤问道 哥哥为何包起头来 花紧张献问 难将真情说出 只得扯谎说道 偶因酒醉跌倒一跤 将头皮跌破流血 故此包头花紧凤道 为何不献二嫂凤事 连丫头们都走往那里去了 怎么一个也不见 花紧张答道 我晓得诸位大人 知我有病必要来看我 故此叫他们回避了 正说之间 圣上差太医前来看病 花紧张不敢与他看 只说 头皮跌破自有外科医治 有劳先生了这些官员问候 一回各自告辞回去 且说花紧能跑离了七母庄 心中才定 一边走一边想道 没事啊没事 尔为何如此无主意 我叫尔不要兴急慢慢记忆 为何不听我话 到今日引火自烧其身 可惜尔花容月貌 少年青春 如今莫处于尔作乐了 只是我爹爹正在气恼之际 我且避开 走去别处躲闪一年半载 再做道理 遂回府中取了三百两银子 打了一个包袱 急急离了府门 也不想要到那里去 只是信足而行 有路便走 这且慢题 且说花府家人献走了少爷 遂报与太师爷之道 花紧张文豹叹口气道 家门不幸 出此处生 他走得离世奇造化 不然一命亦将送他归因 也罢且说如舌山 这些英雄一同肝胆 情圣骨肉 因尸必险要报复仇 所以招兵买马 鸡草屯粮 要杀上京城 萧宁除奸以服国家江山设计 这日呼现探子来报道 燕门关总兵斗景凡领兵前来征讨 请令定夺 童孝珍问道 离山上有多上路 探子答道 上有二百里之遥 童孝珍碎上探子银十两 再去打听 探子叩陷而去 师碧贤说道 他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怕他肾魔斗景凡 李荣春道 这只人马恐怕难杀 里众人其道 自古说得好 兵来江挡 水来土掩 有什么难杀 李荣春道 师兄 难道尔忘记了魔 我去年写书于尔 叫尔到燕门关斗景凡 麾下立功以图尽身 方好报仇 尔不到边关去 却到此山上来 做肾魔就忘了 师碧贤问道 就是他魔 李荣春道 正是他 金凤旨提兵到此 我等切不可与他相杀 师碧贤道 不与他相杀 岂不被他看得 我们多是不忠用的了 李荣春道 他忠良臣子 与我爹爹十分相好 若与他相杀 一则恐不能胜他 二则伤了先人交易 只用善言分诉 以礼相加 各将我们冤枉情 由一一肃明 叫他转达圣上 自有招安社书 方布施朝廷臣子众人道 既然如此 就凡李兄先写 韩书与他 看他如何田大修道 木下花紧张 弟兄官高位重 我田大修尚且碰他 不过 何况一个总兵官 如何替得我们 辩明此事来 李荣春道 我先将冤情对他告诉 看他做的来意做不来 在座道里不说翻舌山众人议论 且说斗景凡带了大队人马来到山下 扎下迎寨 写了战书 差人送上山去 童孝珍看了战书道 记着老头而不讲情理 带我杀下山去杀的他片甲不回 叫他晓得我们的厉害李荣春阻住道 不可如此 带我写书送去 看他怎样回我 遂写书一封交与来人带去 插人回迎 将书呈上 斗景凡将书拆开观看一遍 笑道 原来是花紧张这老好贼陷害他们 我起初并不晓得他们有此委屈 今日既知此事 想花贼虽有威权 我却是不怕他的 只是我乃奉旨前来脚补 不便按兵不动 如今一面与他交兵一眼三君耳目 一面上表奏文变了 遂修书一封回报李荣春 又写一道表彰差官进京奏文皇上 且说李荣春献了回书 遂与众人记忆下山与斗景凡假意相杀 一眼三君耳目 且说差官一路奸程赶到京城 在五门外后驾 要等皇上登殿便好奏文 谁知被花紧奉献了 想到婆舌山胜败尚未有报 怎么鬼头鬼脑来上奏章 我想斗景凡这老头儿不是好主顾 倒要盘问他才放心 遂叫差官上前来问道 耳上表彰所奏何事 差官答道 下官不知花锦凤随即吩咐家人 将他表彰取来我看家人即将差官表彰 抢来呈上 那花锦凤将此表彰拆开一看 心中大怒 走来与花锦隆计议 花锦隆对花锦凤道 可吩咐家人将差官先行拿下捆绑了 然后奏文圣上 说斗景凡私通贼党 按兵不动 指这八个字斗景凡就当不起了花锦凤文言说道 不错 就是如此及时吩咐家人 将差官代回府去接果他的性命 只听得锦阳中响 皇上登殿 花锦凤出班奏道 今有斗景凡私通贼党 按兵不动 其我皇拿下问罪以正国法皇上文奏 及时传旨 驻该部差官前去将斗景凡拿来 三法司刊问副旨两班文武退朝 行部即刻差官积旨而去 不及一日 差官已到斗景凡迎寨 斗景凡文之圣旨到来 盲牌相案出营迎接圣旨 接近大营 钦差档中说道 圣旨已到 贵厅宣读 赵曰 资剧中吉殿大学 世花锦隆奏称 斗景凡私通叛逆 按兵不动 筑吉牛姐来京 交三法司刊问 直到之日即刻拿解 亲栽谢恩 斗景凡三呼万岁 两旁校尉上前将斗景凡衣冠播去上了刑具 斗景凡长叹一声道 苍天哪苍天 那只朝廷听信花贼 将陈忠言当作恶言 钦差吩咐 将斗景凡打入囚车 吩咐村将代理营士 等新官到来再行征缴 随即起身望京而去 且说翻舌山探子打听此事 连忙上山报与众位大王之道 众人听得此报各怀不忽 聚各大怒 叫道 可恼啊可恼 奸贼如此弄拳 又将一个忠臣拿去了 田大修道 如何 我说斗景凡那里碰得花紧张过 如今将他拿解进京 一定凶多吉少 如何是好 童大王恨道 一不做二不休 索性将他抢上山来 才献我们的厉害 师必显大叫道 若不抢来非为好汉张顺义道 先抢了斗景凡上山 随后杀上京城 拿住花家奸贼 与他算账汤龙说道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李元仔说道 事不宜迟 快些赶紧前去李荣春 此时要进中心 也不能容他主意 乃说道 速速就行 不可耽搁了准有陈松呆呆做助 众人献他是个文莫中人 武士全然不知 所以师必显送他一个混号 叫做石木桶 此时弟兄五人多士 轻衣小茂以利未胜 只叫喽啰远远照应 随意骑上马下山 一路追赶 赶了一百余里 看看已赶上了 各举兵器上前乱赶 这些压界官兵如何是他们对手 不消一回聚意杀伞 随将囚车打开 师必险跳下马来将马与斗颈繁齐 因他自己生成两只 飞 毛腿 比马走还快些 遂一同回山而来 走不多路 只现前面有十几个猎户围住一个孽处 在那里呼呼呵呵 乱嚷乱打 那汤龙并李猿仔二人看线 赶上前来一看 只现一个怪物 羊头狗尾圆身 遍体毫毛皆有花纹 两眼犹如铜铃一般 这些猎户虽然拿刀拿枪 却拿他不住此怪物不但不怕 凡有伤人的模样 汤龙喝声 畜生 到底是什么东西 李猿仔道 我们将这畜生拿来剥皮二人急跳下马来 双双举起兵器骑走上前 将那怪物一插刺去 那怪物大吼一声 望汤龙便照 汤龙将身闪过 又是一插望怪物胸前戳去 那怪物乱跳乱照 只是要铺来抓人 李猿仔看得亲切 举起一棍打在怪物脚腿 那怪物大吼一声 回身望东南方跑去 汤龙李猿仔并识 与个猎户一起赶去 汤龙走得快 却先赶上前 只限那怪物望一间破防走了进去 汤龙一意赶到 一插刺在怪物腿上 那怪物大吼一声就地一滚 疏然不羡 只见一人睡在地下 大叫一声 痛杀我也急坐起身来 大骂道 是那个狗王八瞎了眼睛的 赶来戳我花少爷磨 汤龙问道 而这小贼重就是花子能磨 而说花子能为何在此打睡 因从经中逃走出来 一路醒来 到了此地忽然身体困倦 故在此破防内打睡 因他原形出现 被众猎户围住想要拿他 却好欲助伤龙将他撕了一叉 忽然醒来 骂道 而这狗王八 放尔娘的狗臭屁 我花少爷的大号尔也敢叫起来 汤龙一骂道 花子能我的儿 而今日也在此了一手拦腰抓起 却好李元宰也感到了 现世花子能心中大喜 说道 绝歇拿回上山去 花子能被擒 乱叫 地方救命挨 那些猎户县 二人如此凶猛 不知何故 不敢上前来问 只好呆呆地看 汤龙遂将花子能横斜在斜下 叫一声就是一拳 打得花子能不敢作声 二人来献众人 说明此事 众人大喜 一起回到山上 将花子能交雨楼落捆绑了 众人各到厅上 献了礼 坐下请安 各对窦景凡问说受惊了 互说几句言语 及时吩咐备酒 汤龙将拿花子能怨顾说雨田 李二人知道 田大修 李荣春二人大喜 吩咐将花红跪门而进 两边搂搂答应一声 将花红拖住 从左门拖进 右从右门拖出 右从正门拖进 来到正厅将花红高高举起 暴声 花红到荡面又将花红采下跪的 花红被这一采晕倒在地 头鼻都磕破了 血流满面 童大王问道 花红 而可晓得这里是肾魔所在 花子能应道 不过是个强盗贼债就罢了 有甚大不了的是 童孝珍道 放尔娘的狗臭屁分腹左右 掌嘴左右答应一声 将花红打了二十下嘴巴 打腿花红头晕眼花 尸必显走下来叫声 花红 抬起头来 认认看我是谁 花子能抬头一看 叫道 尔是尸必显魔 不该冒犯我花少爷尸必显道 尔这贼乌龟 什么花少爷 带我奉承尔这花少爷 举起脚尖乱踢 踢得花子能满地乱滚 只见尸必侠走出来 叫声 哥哥 且慢踢死他 带我问他乃叫道 花子能 我且问尔 我母子流落在扬州 只为母子无关果依亲 故此卖身葬母 尔因何骗我道尔家中强迫未切 李大爷有甚的罪尔 尔何故要用火烧死他 那时若没有红花姐相救 岂不被尔烧死 花子能闻言想道 原来果是红花放李荣春走的 尸必侠又骂道 花子能 尔全不想附书高官大陆 全不想彭情友谊 全不想天理良心四个字 全不想国法如炉 作威作福 为何今日一句话也莫有 花子能莫奈何 哀求苦告道 尸小姐呀尸小姐 望尔诸是看我同胞小妹一笔勾销 不必提起罢尸必侠 听她说同胞小妹 不觉眼红流泪 正要再骂 只限丫头出来道 尸小姐 太太请尔进去尸必侠 遂同丫头入内 那李荣春大笑 叫声 花子能 尔抬起头来看看 看任的我是何人 花子能抬头一看 不觉心惊胆战 哀哀气求道 如今从前之事不必说起 看在朋友面上饶了我爸李荣春道 而今日也知朋友之情我 为何去年六月初三夜全末 有一些朋友之情 我于尔有甚大冤大仇 害得我如此光景 如今曹天雄那里去了 小吕不何在 可笑尔在为人在世 妻子与他通奸全然不知 亏尔休也不休 花子能此时恨地下 无逢可钻进去 那田大修教道 花子能 尔这乌龟太莫了良心 以师父是 无恶不畏 尔妻子与人苟合 我田大修代天寻授 岂可知而不咎 阴间谋命 启荣青树 按律理荡政法 尔就公然献我 为道党 如今尔看 这眼前的人 那一个不是强盗 老实对尔说 如今要 兴兵杀上京城 尔何不去出手 今日因何无一句话 犹如乌龟一般浮在地下 来 来 来 我推尔为尊 做个强盗王好魔 花子能此时 那里敢吐口气 只是定定认 他们去骂 只见走出 二个丫头来道 李太太吩咐 请花少爷内堂 相见花子能献 说李夫人请相献 暗想到 起先是不必要想活了 如今李夫人请相献 料想有些好消息 一条性命颇略 有些现万活了 两边搂搂将花子能压往后迎 来到那堂 报声 花子能压到只一脚 将花子能踩在地下 花子能叫声 哎哟 爹死我也 李夫人立起身来叫 道 花少爷受苦了花子能叫道 李夫人 救命啊 李夫人道 我一问花少爷 尔家是住在扬州摩 尔父在京卫乡 两处为何不住 来到此山 不知花子能如何对答 且听下回分解 第39回荣春 就嫁进 仙丹紧张 全家行政法 话说花子能被李夫人 问了此言 遂应道 我阴京中 出来要回家去 只因中途耽搁 被一个黑面将军 将我拿到此山 被众人羞辱了 一场 李夫人道 啊 花少爷 尔得威名赫赫 气概昂昂 除了君父之外 就是尔了 为何被他们拿来 花子能应道 我是孤单一人 那黑面的力大无穷 被他拿了救走 犹如鼠被猫托 一般李夫人道 而有曹天雄 在家教习全棒 为何如此无用 花子能道 曹天雄乃酒肉之徒 是无路用的 李夫人道 如今此人何在 花子能道 被施避险打死了 李夫人道 为何施避险敢打死他 花红听了此言 难将前情说出 只是低了头说道 我知罪孽应该孽报 不必戏说 千差万差总是我差 夫人 尔是宽宏大量 莫记我前千 望起开恩放我回去 我烧香宝尔活一千岁 李夫人道 不敢当 不敢当 尔既知我是好人 就不该将我孩儿用火 要烧死了 想那日不过 为助施避险些小知事 大家耐得起来 何苦将人献的 这般光景 幸亏我儿命不该绝 幸得 红花香就 才得回家 虽是过世相身 莫有势头 算来还是 朝廷换家后 一门楼 并非帕尔花家之事 亦只为一土之人 留个情面 闭门不管闲事 尔还不肯歇 叫曹通强来出头 好一个曹通 拜人明节 尔花少也不作乌龟 如今我们在此 众人那一个 不是被尔陷害的 恨不得姜儿骨头墨粉 姜儿肉来煎油 花红想道 不好了 看此光景 又是活不成了 那卢夫人叫声 花自能 尔这狗男女 自尊自大把 我孤双寡妇 看得犹如鱼虾一般 击此无事要来寻飞 我是忍气吞声 因无丈夫之人 故此忍受尔的恶气 离府遭尔废坏 我卢府因尔离故乡 险些母女不能相陷 都是尔这个乌龟做的罪孽 少不得抽尔的金 剥尔的皮 那汤圣姑道 卢夫人 尔也骂得口酸了 我于尔本无怨仇 只在墓前也要教训尔基 具遂道 尔是乱臣贼子 人人得尔诸之碎骂声道 花红尔为何做人如狼似虎 无人不恨 尔这恶花红 靠了富士混乱骇人 只恐今日要将尔活活剥了皮 花子能被众人骂了许多 因是自己不是 随他们去骂 今被汤圣姑一骂 心中不愿 想道 尔这贱人 田螺同注水鸡炒 遂大声喝道 尔这贼婆 我与尔有何仇怨 也来骂我花少爷 汤圣姑赶上前两个巴掌 将花子能打得满面晕红道 尔这贼乌龟 我汤姑娘骂不得尔摩 我就达尔亦有何妨 吩咐喽啰 将他拖出去与众大王发落 李夫人道 可吩咐众大王且慢要其性命 暂且收尽 我自有处置 喽啰领命将花子能拖了出去 却好欲助三元 来跪二人 耳一拳我一脚 打得花子能滋滋的叫 来到大厅 喽啰将李夫人的话 禀明一遍 众人据说 尊李夫人之命 吩咐先打五十板 然后收尽 又吩咐喽啰到 吴溪县迎娶豆爷家眷来 且说亲 差官一路赶回京城报 与花太师之道 花紧张即来奏文 圣上即差官 一面去拿豆景凡进京 一面插阵殿大将军 秦泰去征脚婆舌山贼党 秦泰奉旨来到山东 那文村江县新主率到了 及同众将出营迎接进营 秦泰问道 尔门可曾与贼寇献阵否 众将答道 自斗爷被秦之后 尚未见过一阵 秦泰道 我今已到 就此出兵 遂带了众将来到山下 吩咐众将攻上山去 谁知山上滚木炮石飞打下来 不能上山 只是叫骂而已 且说同孝珍文报 秦泰领兵前来攻打山寨 就要下山厮杀 李荣春道 不必去杀 只需如此如此 管教他片甲不回众人其道 果然好妙计 遂各个一计而行 汤龙走进内听对妹子说明 要如此如此 汤圣姑道 这有何难 遂取守剑来到山前 献一个将官在中江之前 要武扬威 叫骂不绝 汤圣姑大喝一声 好贼看见那秦泰正在叫骂 不欺面上呼中一剑 叫声矮揪 正回转身要走 呼井上右中一剑 遂莫命地跑回营去 众将一随在后面 奔走回营与秦泰拔出了剑 用刀枪要贴了 吩咐背酒 一则接风 二则压惊 秦泰因受了剑伤痛疼难荡 多吃鸡杯酒自去安睡 众将吃的大醉 各去安寝 睡到三更 呼听的半空中一声炮响 四面八方喊沙连天 秦泰在睡梦中 精绝起来 只见四面八方多是贼寇之兵 人不吉甲 马不吉安 慌忙跳上马望后迎逃走 却好欲助伤龙 一插挑下马来 众偶罗将绳索将他捆绑了 先压上山去 这些众将被众好汉杀的七零八落 死的死 逃的逃 不存一个 众人打得胜骨回山 排酒庆功 将秦泰也尽在后营 那逃得性命的走回京城禀报 与花锦章之道 花锦章文报吃了一惊 遂不奏文圣上 差人去请花锦龙 花锦奉并吏部尚书金太渊 侍郎秋军弼 司马沈德 五军都督王朝栋 大理四周上达 五英学士使光祖一同来到私地 花锦章说道 我要请圣上到七零庄赏桂花 就终取士 望起朱卫相邦 事成之日同享富贵 不知诸公意下如何 这些官员乃是花锦章一党 有何不允 遂其声达道 我等自然辅助太师成事花锦章大喜 次日奏请圣上驾姓七零庄赏桂花 皇上吻奏 岁船指道 清先回去 寡人岁即就来花锦章谢恩辞出 来到七母庄预备停荡 不一会儿圣驾已到 花锦章带同众文武接驾 接近圆内 皇上见这些景致果然非凡 开言说道 寡人玉元石不极清 此圆十分之一碎上了沃春阁 将四面纱窗开了 还不曾坐得下去 只听得一声炮响 花锦章一手扭住皇上的胸膛 一手向身边抽出利剑 吓得皇上面如土色 叫道 清家何故如此 花锦章道 今日不是赏花之日 乃是让位之妻皇上说道 清出此言差矣 寡人并不曾窥耳 耳为何突起此心 岂不被人笑骂 花锦章答道 耳好吃也 岂不闻天下者 乃天下人之天下 非耳亦人之天下 你也坐得位 我也坐得位 今日耳若不让位于我 我就是一剑将耳挥 做两段花锦凤 花锦龙等其声说道 不必多言 快些让位的好 我们已先打点败 迎新军登基了皇上文言说道 原来耳门一般多是贼党 花锦章道 耳计不肯 请吃我一剑将剑举起就要砍下 忽然手背中了一剑 那剑已丢在一边 叫声矮揪 忽然头额诱中一剑 大叫一声望后便道 皇上连忙顿托身子就走 众人吃了一惊 不知这剑从何而来 见皇上要走 即赶上前拦住道 要走那里去 一把将皇上扯住不放 呼听的圆门外喊杀连天 又见半空中坠下一人而来 手拿双剑 外面又杀尽六人进来 将随驾的御林军杀得四分五落 卫手一人走上前大叫一声 万岁爷不必惊慌 陈李荣春在此救驾 众人见这些人杀了近来 甚是凶恶 众人料事不济 遂各四散奔走 李荣春将皇上驮了就走 走出圆门一直望五门而去 那拿双铜的耳说是谁 却原来就是陶天豹 他奉师命而来 将剑射到花锦章 救了皇上大难 此时同孝珍等已将这些好贼 个个拿住 那些随驾的太监走的连影 也没半个了 却说陶天豹带领众人来到五门 众朝臣闻之此事都来接驾 这些人多是兴则未亡 败则未寇 此时见势头不好 大家都来护驾到 万岁爷受惊了 臣等不知前来救驾 最该万死之县内宫 走出许多宫额才女 以及川宫太监将皇上接进宫去 这些文官武将围住李荣春问道 足下何人 李荣春答道 我乃春便是众人文言幽 我乃春八星 为了 我保护销 会 后来 都没声 我乃春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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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跑不上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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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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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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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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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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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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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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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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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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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